感应器是物联网时代最核心的基础技术 目前在无人车、人工智慧等领域得到普遍的应用 我们带您前进美国矽谷的博览会 去看看有哪些最新的应用 摇动机器手、隔空操控机器人作业 电子眼放大镜、查看机器表的内核 在圣河系MacEnergy会展中心举行的感测器博览会 吸引全球共300多家厂商和技术机构参与 各种创新技术与应用开始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无人机技术普及的当下 搭载不同感测装置的设备 可以实时传送数据帮助研究自然环境 作为老牌的电子零件大厂 日本春田也开始布局感测器领域 主打智慧生活 目前已经开发出20多种应用 作为两岸领先的磁性感应器厂商 台湾爱胜科技已经在无人机、AR和VR等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目前正致力于拓展汽车和手机市场 我们当初成立的时候也是看到两岸并没有人在做磁传感器 所以我们那时候整个跳进来做磁传感器 希望enable更智能的应用 不管是从我们个人到我们的生活环境 那也更smart的life是我们想要推展的方向 这是硅谷连续第三年举办感测器博览会 已经成为这一硬件领域的年度科技盛世 期间将邀请90多位业界专家进行65场专题演讲